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 那我现在要去寻根 就是您下一站要确定 何呢 五个人决定冒险 踏上未知的旅程 去探寻属于自己的历史 他们奔波万里百年 去任命尚未起风的血脉遗产 就这么做 心底的疑问将要面对 不认识 真叫纯住 家族一团将被解开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事 不是我没认识的他 谁会在远处 等你的到来 那种生活当中 有暴力 怎么样去认受他 如果内心有伤疤 有痛苦 把它扶平 在历史的倒影中 看清自己 可从何处来 由此我讲到的一定 不算是我的身世之名 是生命之名 这是周家的 一中天将继续对家族历史的寻找 这个婚姻改变了你母亲后来的一生 谁的婚姻 那我可以叫梁启超 叫启超兄啊 牛逼 牛逼 他将揭开母亲的身世之谜 亲戚是变 但是我母亲在这里 对 并踏上异国的土地 土地 十八 面对一段难以面对的历史 明代皇帝的一个命运 非常成立 我的祖先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去看看眼神和嘴角 这是在北京又吃饭的一个校友那里拿到的 目前我看到的 这是我母亲最年轻的一张照片 这就是第二了 这张应该在17岁左右 这张应该20多岁 23岁的样子 刚刚听到的一首八十年前的笑歌 两张我从未见过的照片 这几乎是我对母亲年轻时所有的了解 进入北京幼稚师范是需要中学同等学历的 所以您的母亲花了六年的时间 来补习自己的各种学业知识 才达到了中补课 才达到中学同等学历 进入了北京幼稚师范开始学习 我的性格呀 兴趣呀 爱好呀 为人处事啊 都是 继承母亲的 晚年的时候 她说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 压迫大脑神经 就逐渐失去语言能力 但是我发现我母亲这个最后几年时候 其实很想跟我们说点 说不了了 在母亲离开我十三年以后 我才意识到 虽然母亲对我影响最大 我和她的感情也最轻 但我对她人生的了解 居然会有那么多的空白 这次寻根之前 我只知道她是一个湖南乡下的姑娘 她是怎么去的北平幼稚师范读书 她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会在北京呢 后来我给我弟弟打一电话 说我看到 妈妈十几岁时的照片 在北京拍的 我们现在要到北京去 找她的故事 我弟弟说 希望 祝你能在北京看到我们 年轻漂亮的妈妈 寻找母亲的故事 有一位专家约我去一个地方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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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去的前头这条街 现在叫新华街 当年叫做师傅马大街 这个宅子呢 这个宅子 清代的时候是克勤郡王府 克勤郡王府 对 然后在民国的时候 被民国总理 雄区林给买下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 现在是雄区林的故居 84年前 也就是1929年的时候 您的母亲就住在 现在这个小楼 这是当时这里的一个大小姐 我母亲是她多大 她住在这个小楼的时候 17岁的时候 您母亲在17岁之前的时候 一直在湖南乡下 这点您知道吗 我知道在乡下 是被我外公接到这来的吗 对 他当时一直在跟着 我外公跟雄医林认识 您慢慢等我给您讲 然后当年你母亲 住在这里的时候 这是总理的第一进院 你看 现在这个楼 一层现在是教室 二层的会议室 我母亲曾经在北京生活 这件事我就不知道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当年我母亲居然还一住 就住到了总理的家里面 所以这事真是完全没想到 我妈她怎么会来北平 原于一桩婚姻 谁的婚姻 我们下来看 这就是当年的结婚账 你能认出来吗 这是不是我外公 那这个呢 这个是您的继外婆朱莲 您应该见过她的 见过 但是我见她的时候 年纪已经很大了 您的继外婆朱莲 她是毕业于 烟大外文系的 是接受过 新式教育的进步女性 从来没听说过 她说一句英语 那就是您挖掘的还不够呗 不是挖掘不够 是时代的英语 那时候谁敢说英语啊 说英语没讲特务 我要给您看一张表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您的外公 这是您的继外婆 对 曾在1921年 二年时候结婚 这朱莲是熊府的 一个大小姐 她为什么是熊府的 大小姐呢 我们往上看 朱莲的父亲是朱祁义 朱祁义是谁呢 早年的时候 她曾经协助她的两个哥哥 朱祁昂和朱祁赵 参与了创设 沿船赵商局 这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创办的第一家 也是历史最久 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 朱祁义在 传王啊 很厉害 没想到我的继外婆朱莲 竟然有那么不凡的身世 邱老师告诉我 朱莲的父亲朱祁义 曾经担任援州之府 创办了一个 当时非常有名望的书院 援水教金堂 而民国总理熊西林 在那里曾经念过两年书 深得朱祁义的赏识 熊西林的原配去世后 朱祁义就把自己的妹妹朱祁慧 嫁给了熊西林 等到熊西林和朱祁慧 迁到北京之后 朱祁慧就把朱家的很多子女 都接到了北京 住进了熊府 然后由她来抚养 其中呢就包括 积外婆朱莲 我的积外婆朱莲出生名门 而我的外公早年三偶 带着三个孩子 她怎么会娶到前任 民国总理家里的大小姐呢 我们来再看一个 您外公的情况 这是从哪找来的 这个是在二三年的时候 您的外公加入 北京律师公会的 一个会员登记表 原件藏在现在的 北京市大案馆 我知道做律师 是有一个传说 他还做过法院院长 但是我不敢肯定 这个表其实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哪 我们来看这边 介绍人江庸 熊西林做民国总理的时候 江庸历任了司法次长 司法总长 就是现在司法部副部长 司法部部长 对 对 这样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 推荐了您的外公加入 北京律师公会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想 您的外公在当时律师业内 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 您的外公又是什么样一个家庭背景呢 我们来看这张表 这是周家的 周家的 我们来看啊 这边是您的外公周一显 然后和他同辈的里面有个周一端 是他的一个唐姐姐 他的丈夫更是赫赫有名 晚清重臣左宗堂 也就是说我 这么说吧 我外公是左宗堂的小舅子 对不对 对 没错 不过是远远点 唐小舅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这边 这是您母亲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吗 对 对 这样摄影来看 您呢跟周大烈是同辈的 周大烈 梁启超的挚友 陈尹秋的老师 你看 按照周家这个系统啊 我和周大烈是同辈 那我可以叫梁启超 叫启超兄啊 由于外公的第二次婚姻 母亲来到了北京 八年后 二十五岁的她 从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毕业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她不得不结束了 在北京的生活 您母亲毕业的 正是1937年7月 北京的那个夏天 1937年7月 北京的夏天 西齐事变 对 那是我母亲在北京 对 战争席卷了一切 母亲离开了生活 八年的北京 开始逃亡 最后到了湘西 一个叫所里的小镇 七十多年后 我第一次去追寻 母亲的人生轨迹 即便在交通工具发达的今天 从北京到所里 也要整整一天 而七十多年前 母亲颠沛流离 兜兜转转 整整走了两年 就在逃亡之前 外公换上了飞结盒 没办法长途奔波 母亲只能带着三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和继外婆相依为命逃往上海 可是传道半路 遇到了松湖会战 只好转道 去往香港 再从陆路 辗转回到长沙 湘潭 在湘潭 母亲得知了外公病逝于天津的消息 在不断破镜的战火之下 她能做的 也只能是继续逃亡 最后到了所里 这个偏远之地 叶老师 您好 我叫张淳 欢迎您过来 这是个学校吗 学校 几手二小 几手二小 这学校里有什么故事吗 这七十多年前 这是一个城隍庙 当时有两百个孩子 从全县逃难过来的孩子 就住在这两个篮球场建方的地方 我这里找到一些材料 跟您的母亲相关 乡区第三保育院 职员女律报告表 你再往后面看 妈妈 这份资料是从中国第二历史党找到的 你看她当时是保育主任 然后你看她的经历 北平又只十分毕业 关键士 您再一起看看她的工作单位 战时儿童保育会 湖南分会 第三保育院 所里分院 您听说过 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个机构的名称吗 没有 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来头的一个机构 张超天您看 战时儿童保育会大部分的理事合影 能认识哪些人 可能这个 这宋美宁吗 这个是冯玉祥的夫人 李德全 这个应该认识 邓颖超 对 张老师告诉我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成千上万的难童 在战火中 亟待救济 宋美宁 邓颖超 联合各界妇女 于1938年3月10号 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当时宋美宁还以国家元寿夫人的身份 在报纸上发表了呼吁文章 警卫暗同请命 我们跟凶狠残暴的敌人 做出死战已经有八个多月了 现在成千成万的儿童 有的父母死亡 成了流浪的孤儿 他们都是未来中国壮兵 也是支持国家实力的一部分 我们怎么能够任他们去流浪 成为乞丐 变成包带子的二条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以后 国共两党领导人毛泽东 周恩来 蒋介石 以及社会各界殖民人士 一共286人担任了名誉理事 八年抗战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先后设立了24个保育分会 创建了61所保育院 抢救收容 培育了3万名流浪儿童 有些人可能名字 您肯定知道 一血印五少族 它都是保育会所保育的三万难童当中之一 在这样一个时期 这张照片 这是我妈妈和我的小舅舅吗 你看你小舅舅的 它现在是一个光头 就我们看到的材料 说的孩子们基本上是同一层用同一个脸盆 同一个口缸 几个孩子核盖一个不盖 当时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孩子们头上很容易长了狮子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狮子 这种传播 通通骑光口 基本上都剃 我们来看看这张 你先看看抬头 湖南儿童第三保育院 院长周朱连 这就是我外婆吗 因为外婆当时就在所里 分医院当院长 1941年民国30年 4月17日 这是外婆 还能找到您的母亲吗 这是我母亲 你再看看 那个时候保育院的孩子有多少 那个时候保育院 它是一个集家庭和学校为一体的 这样一个机构 你妈妈为了就让孩子吃得好一点 还要带着他们下那个河去剥鱼 然后摘伤肾 就是给他们找吃的 还伤肾 这上课条件很差 没有这个红磨水 妈妈就带着他们去找一些石头 磨的红石头 然后弄盆水 然后就来给他们批开作业 警报响的时候 还堵空隙 对 所以当时条件非常糟糕 一个妈妈做了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给了更多的孩子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您 需要播放一下 周树齐老师 我叫 我原来的名字叫王健康 现在的名字叫王正 周老师你现在是哪里话呢 我现在也不知道哪里 你还好不好啊 我很想念你 周树齐老师 这个身体不胖也不瘦 是一个中等身材 穿的是蓝色的旗袍 模样长得很好看 长长的瓜子脸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感恩于保育院 感恩于你的外婆 周树莲院长 或者妈妈 周树齐老师 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 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要是没有他们 那求树 我就没有今天 我就没有我今天 这样一个孩子 能够生活得这么好 这我就 我也不会讲话 所以我现在呢 在你的面前 向你的父母 你的外婆 向他们表示感谢 向你表示感谢 他们是你的亲人 也是我的亲人 我就没有什么多话讲了 谢谢 好 乐出笑容 对 最善良的笑容 欢迎大家 好 生活系教育 生活系教育 我们生命为一致伴侣 唯如亲礼 不分担心 唯如迟躯 不顾现意 人生意 人生意 在你旁 怕你记忆 你生活系教育 您的母亲 她要被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北平幼稚师范的招生简章 是这么写的 目标是培养科学的头脑 劳工的身手 宗教的精神 艺术的态度 而且这里后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条件 怨气全民幼稚教育 做终身事业的人 但闺秀式的小姐 书呆子及文凭迷的 请不必来 没内容 未来时间 和坏之助提 本燃心地 顾致爱定 得在有心不忌飞 社会价值在美国 美国的利益 心里小孩子 母亲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她在索利保育院的这段经历 对于母亲来说 可能只是做了她最本分的工作 但是我想也证实这一点一滴的本分 才汇集了我们民主的希望 延续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李老师 刚才了解了你母亲的故事 但是你的寻根治理还没有结束 这是您下一站要去的地方 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吗 我眼睛不好吗 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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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难以想象 我的家族历史 竟然会和这个国度 发生某种关联 我的哪一位祖先 在这里留下过什么样的印记呢 有一位越南的历史学者 帮我找到了线索 尼先生 先跟你介绍一本书 这是越南的书啊 对啊 那您看呢这上面的这几个人物啊 跟你有熟吗 刘备有关于张飞 对啊 那我先把那作者的名字翻译给您听啊 一中天 就是您的名字啊 这是我的书吗 是啊 就是您的品三国 今天呢 我不是主意来给您介绍这个 重点就是想跟你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我们越南的模仿三国演义的一本小说 黄月春秋 黄月春秋 对 这本书大概是400多年写的了 它里面就有讲了越南的起义军队跟明朝打仗 这本书是双语版 第45回 亮山守将一光 见南兵尽至即将成尖闭防守 阮至令将士装作侨户混进去了 一光整兵登城守护 被立一刀斩了 南兵就是越南的军队 然后呢 里面所讲的那个阮制 就是我们越南军队的一位很有名的谋士 就像你们中国以前的那个三国演义的诸葛亮 先生 你们谈到这个一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越南有个潘慧黎教授 他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 他有一个阮山起义 里面就有个诸事 解释很清楚的 越南军队打到亮山了 那时候明朝派过来 首亮山城就有个人叫逸仙 这个逸仙因为守城而死 由此推断 由此推断 这本小说你说的那个一光就是逸仙 是 那到底这个逸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您的叫术 这是我父亲母亲 这是我的祖父 祖父 这是我的真祖父 是 再往上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这是一仙 这是您主仙的 一 二 四 二 七 年就去世了 在亮山 越南亮山 我祖先是越南打不上 是 你主仙是在亮山守城然后就死去 余先生我知道您就是搞历史研究的 那接下来我会带您去另外一个地方找另外一个人 然后他会跟你讲一段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一段历史了 真没想到我的十八世主义仙竟然会出现在越南的历史小说中 为了了解这位远在明朝的祖先我来到了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依先生你好 你好 副馆长伍孟和先生接待了我 这位是 这位是那个阮志 我的祖先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对 他写过一份非常重要的越南文献 评伍大告 这份文献在越南历史中是第二次独立宣言 这上几句话引自 评伍大告 大概意思是 越南有 丁 李 陈 这些朝代 跟着你们 中国那边有 汉 唐 宋 元 这些朝代 是一样的 对 是一样的 虽然有时候强弱不同 但是我们没有缺少英俗豪杰的 就是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对 我们有我们的山 我们有我们的水 对 我们有我们的人民 对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 对 我们也有我们的朝代 就像你们中国有自己的朝代一样 对 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段之前我并不了解的历史 越南古称安南 1406年 安南的成姓国王被大臣篡位 明朝皇帝朱棣以帮助恢复成朝为民 出兵安南 将其纳入明帝国的版图 改成交纸 但之后当地民众寻求独立的斗争 一直没有间断 直到1418年 越南人历历发动南山起义之前 明朝在那里已经统治了11年 这个是 明朝军队参领越南以后啊 把很多越南的人才来带走了 套成了 除世道经版经文不毁外 骗子之字 惜皆毁之 您能理解这句话意思吗 能理解的 明朝的军队毁坏了越南的文化 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通力 所有的战争的结果都是这样 我还有一份历史资料 是一个越南的 大约手机全数 所致多情杀戮 其移民 尽略为奴婢 即转迈去 而四散则已 非常残忍 无信的议实 是 实际上 没有哪个民族会接受别人的统治 这是可爱的 中国人民也不愿意接受 受其他人的统治 越南人民当然也有意义 武馆长说 义先作为占领军中的一员 因为官职并不显赫 所以在越南的历史文献中 很难找到关于他具体行为的记载 这武馆长给我指出了 五百多年前义先驻守的地方 距离中越边境只有十几公里的 亮山 那义先当然是非正义的一方 但是历史的评价不一样 明史里面有他的记载 我们看一下 义先相应人 以国子身受亮山之福 贼破亮山 先自历史 这里我们留意一下 既义先 不是被杀 但是既有了断的 孙国了 这个 然后呢 他有善政 本来要玩球的 但是这里的老百姓都希望他楼上来 谁人都是受欢迎嘛 对 一先的这样一个事情呢 有很多人对他 有很多人对他 精实心肝 熊道之 黄黄大吉 戏人师 长风汉术 深悲壮 对 仿佛 仿佛当年 骂贼时 他这就是王阳明的 对 没错 一先过世八十年以后 王阳明表达他一种最乔臣的忠诚 王阳明是谁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他对中国 对东亚 那个哲学的影响是非常伟大的 他就把他作为一个大英雄 一个忠诚于国家的一个人物 来看待 我以前做了一个研究 一先本身那个死 其实有一个非常惊人的秘密 惊人的秘密 对 有一个密谋 那个密谋不是敌人的密谋 而是一先中成一的皇帝的 一个秘密的一个决定 明代皇帝的一个决定 是哪个皇帝 郑先生说 据史料记载 我的十八世祖一先 在越南亮山担任知府的时候 正值明朝对越南政策的巨变 曾蒙古建故宫下西洋的强势皇帝 朱迪去世后 他的孙子宣德皇帝 深感年年的战火 已让民不聊生国库空虚 权衡之下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从越南撤军 但是他没有公开 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上月 就是 王帝月 宣同所的 昨日 交此 交此事 未可以 巨言二 什么是巨言 就不能够这么快地展出 据郑贤的研究 宣德皇帝想全身而退 却害怕有损大明王朝的威望 于是暗地里谋划 找个合适的时机 在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决定传达下去 以前并不知道皇帝的这个秘密决定 但是在这样一种误会里上 他就随手亮山 1426年 越南起义军包围了亮山 外务援兵内务粮草的义仙 还在境中死守 故军迷约 就是回过头对大家说 武威设计使 如等开门因敌 以信于生 对 没错 我为国家使 你们呢 你们开门 你们开门 然后呢 你们活下来 为脸于尸骨 你障眼 只要把我能够安葬了就可以了 对 在大军压境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一先写了人生的最后一首诗 记录了当时的情境 蛮旗义正猛如风 万里军情隔九层 情报都传不出去 断掉了 断掉联系了 对呀 联系都断掉了 归聘 魏皇 南克桓 赶宁大捷 魏隆同 他是非常勇敢面对 我就过说 谁不接受 我怎么也是 你现在还会 跟这个人不接住 杀宁长 王 不是 律迹 跟神 王 王 郑先生根据史料的记载得知 一仙以身殉职后 一仙的家人及其随从 共有十八人也投井尽忠 大约半年后 明朝从越南撤军 越南恢复独立 明朝也摆脱了战争的泥潭 迎来了仁宣盛世 和平给两个国家 两个民族都带来了繁荣 而我的先祖们 永远地长眠在了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当年他老人家的二儿子一生 留在了老家湖南湘婴 繁衍生息 刘存 五百多年前 胎处公一先 他是因为殉职而死 这是一个悲剧 什么是悲剧呢 黑格尔说 悲剧就是善的冲突 就这场战争而言 越南方面 追求独立 自由 完全是正义 那就我的先祖 太祖公一先来说 他身为大明王朝朝廷命官 被朝廷派到了 朝廷认为是自己国土的这个地方 担任知府 他守土有责 他要忠于职守 他在力不能知的情况下 他自尽殉职 他也是正义的 而我们全人类的文明史 实际上就是在这样一种 善的冲突的二律背反中 悲剧性地往前走 爸爸妈妈 我从越南回来了 从越南的亮山 这次的寻祖之旅 也就结束在那儿了 今天我来到你们的坟前 我想把这一切 都说给你们听 一个惠莫如深的家族秘密 这段历史接触了 我能承受吗 我父母能承受吗 一段需要勇气 触碰的过去 汉土陈斌将遗臭 半年 远赴南阳 阿秋将探寻 外公克思异乡的谜团 五六十年了 没人揭开这个谜 寻访素未谋面的亲人 当汉奸 很干的 很肯定 不断求证 我这有纳闷 是不是这么一个人 没有确切的证据 他会被放掉呢 里边也有可能 是有什么外公的 精力挣扎 这就能找到 真想在历史的深处 等待他去面对 我会被换了 我会被换了 我会被换了